中华小子到底有没有结局呢 或许很多人说因为做了26级 就耗费了4000万的投资 投资撤了也就不会再有结局 但实际上中华小子的结局 就藏在已经更新的剧情中了 其实从前面看到中华小子本就不是 正义战争邪恶的俗套故事 比如在行天中 行天为了天下偷取西壤平息水患 被玉帝发现砍淡了行天的头 让行天成为了守护西壤的人 避免让别人拿到西壤 这多讽刺啊 曾经拼了命拿西壤的人成为了西壤的守护神 所以其实中华小子的结局 我更愿意相信便是时空之能这个篇章 小兰小虎小龙获得了一个地图 根据地图可以找到时空之能 然而找了许久他们都没有找到 于是小龙和小虎就不打算找了 小兰一气之下自己寻找 而小龙小虎两人在反国的途中 却掉入了一个山洞 山洞里正是小兰一直想要找到时空之能 小龙和小虎就这样走了进去 来到了未来世界 未来世界少林寺已经残破不堪 少林寺几个长老的鬼鹅 还被收藏在这残垣弹壁之争 而此时的小龙成为了一直想成为的大将军 小虎也组建了自己的民间势力 唯独缺了小兰 此时的小兰却出现在了黑虎王的阵营 他使用了声波攻击 召唤了来自于地底的水 组成了水龙 小龙和小虎被打得落荒而逃 最后逃个密道才小兴逃脱 却还是被小兰追踪到了 从未来自己的口中得知 原来就是刚才小龙小虎放弃了小兰 才导致小兰的黑化加入了黑虎王 最后虽然小龙小虎认识到了错误 赶在黑虎王之前救责了小兰 但是我却在想 这可能便是中华小子真正的大结局 现实就这样的残酷 或许我们所有人都希望 小兰小虎小龙永远坚持心中的正义 打击邪恶 甚至很多人希望小兰和小虎最终能够绝成群立 然而这毕竟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从中华小子的批判来看 明显小兰黑化才是最终结果 毕竟他们去的便是未来 不可能的不然历史就不会暂时历史了 如今高清重制版再次归来 无数人问这次会不会有结局 但正如有人所说 说实话 我宁愿中华小子一直这样成为不完整的绝唱 也不要狗尾虚雕砸招牌 中华小子的质量有目共睹 如今的动画作品越来越去快餐化 流水化低诱化 行业内浮躁春风 投入巨大经历 历史数年打造一部动画的长法 位于天方夜谭 比如现在的围棋少年三 剧行真的是胡走烂扯 把围棋和夺权联系了起来 却让江流尔变成了一个指挥下棋的呆子 棋贵王更是一个导弹鬼 十分令人讨厌 最重要的竟然是灿改历史 莫名其妙送上了方百花去和亲 明朝什么时候需要和亲呢 真的是莫名其妙 所以评分直接一路从9.7掉到了5.5分 这样的话还不如让他一直停在这 让我们有个梦想 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评论 因为做得好 所以失败了 才是真的悲哀